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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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得到 它就在正上方 這是正上方看 你可以把它挪回去 接下來就可以把這根往上提 最想要幫助的 是最弱的孩子 以及他們變強以後的那些孩子 就是強的我們也想找 目標是這樣子 因為畢竟在科技這個行業裡面 你真的需要頂尖人才 所以我們在比較頂尖的那一塊 我們開始在做一些教學跟工具 是讓很厲害的孩子 不管他家有錢沒錢 都可以來 看一下啊 他這個指針就多少 你這時間在這邊改指針 100 你這時間在這邊改指針就什麼 100 200 150 未來我們開始要跟非營利組織合作 請非營利組織去把 在這個社區裡面 最需要被幫助的孩子 把它找到 他們的教室來 然後我們有一連串的課程 可以一直銜接到大學 好各位同學我們要開始 我們辦這個課程到現在 其實有很多大哥哥跟大姐姐 從這個班畢業了 所以宇婷最早跟你一起玩 他們已經畢業去念大學了 大家加油一下 那我講一下今天的程序 今天程序是這樣子 你要解說你的投影片 這是可能是你第一次上台 對著很多人 那第二件事情呢 等到所有人都把作品講完之後呢 你會在你的電腦旁邊 然後呢 你可以邀請在座的老師家長 到你的座位上面去 玩你的 你這次寫的程式 然後接下來就會投票 這個發表會啊 我們不再讓他展示他的程式 而是在他上台 訓練你上台 訓練你講話 然後讓你看一下 你接下來可能要來上學的地方 就像這樣子 給他一點動機 你努力一下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就開始 進行我們的 下令成果發表會 那我想先請 早上請早上 要躲避那個第一人 不然就是線型 線型 然後要找到寶藏就可以了 現在老師好緊張 老師好緊張 要抓到 好 過去了 到下一關 可以 老師要得到寶藏 我一定要得到寶藏 我喜歡那個遊戲 然後就會自己去找 他的動畫程式 做出來 有動畫效果的時候 就是比較有成就感 這個 好難喔 沒有 那麼簡單 學生剛開始是覺得 來玩遊戲 第一個有便當吃 因為我們去的話 便當通常會比較好一點 第二個就是 有電腦 剛開始我們的教法 很生硬 我們就把它當大人在教 其實真的難為他們 然後我們有些 有些課程就開始 不會只集中在城市上面 我們都會上一些別的東西 有很多孩子會覺得 他們自己的家鄉城變得更漂亮 我們希望提供另外的角度 讓他們不同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 那其中一個最容易平衡的角度就是從空中來看 所以Program the World跟同學大學我們就共同發行這個計畫 讓他們在這個活動裡面可以介紹他們自己的家鄉 我們後來把看見家鄉這個計畫 變成是一個一整年的訓練計畫 跟世新大學的黃玉清老師 我們就合作說 那我們換個角度來看 我希望小孩子是會運鏡 是會寫腳本 是能夠寫仿綱 是能夠整理仿談 然後配合上影像 那影像就不見得一定是空拍 可以有空拍 可以拍影片 也可以用照片來敘述 通通通都可以 就是我們希望它最後是一個比較全面性的教訓 還有那麼久 玩了 我要玩這個 因為老師我那個 箭頭可不可以消滅 真的 它挺著這種 它是無害的 撞到它不會有事 因為光是它直接在腳底下生成 不要不要 我覺得各位同學 你們已經從一個學習者 邁入了一個研發者 你們已經可以將你們的創意 用程式來展現出來 你們今天給我們看到的成果 是超乎我們想像的 有一個進階班 就是這個月或是下個月開始 我們就會開始上課了 然後假如上次考試 你還沒有過的話 我們也會有持續性的課程 幫助你 可以繼續完成 那以後我們會收集更多東西 給各位小朋友玩 那希望有一天 你們都可以跟我們已經畢業的大哥哥大姐姐一樣 很快樂的進大學練習 那是我們的最大心願 那我從老師的身上看到就是 我今天我會很多東西 然後我也要嘗試去讓大家都會 我透過教別人 然後讓我自己收穫更多的感覺 我從老師身上看到很多這樣的精神 知識不是用來謀取利益的 就是知識可以用來幫助別人 可以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 程式再加上一顆善良的心吧 我覺得我做這些事情是有樂趣的 它是一件樂趣 它樂趣是在於創造 那個樂趣就已經給我了 樂趣就是我最好的酬勞了 我從差不多五十歲的時候 開始弄這個program the world 這些事情 我會希望我可以更早一點 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一 二 三 Yeah 那一 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